我想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台子上面 绝大多数就是伟大的市民 伟大市民齐不共赢是我们的选举主軸 所以我们会希望争取各界的支持 我相信不单单是谁站台的问题 而是伟大的市民就是黄珊珊最好的靠山 我相信黄珊珊也是大家最好的靠山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到各种不同的人来支持站台 但是我们希望我最希望站台的还是伟大的市民 我们会邀请但是人家会有他们自己的安排 不要每天去那么多人为什么只跳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 我要争取的是而且宋主席也不是台北市民 我们的舞台是自由的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 对所以我希望两位都能最高票当选 两位都能高票当选 好的人都进到市议会市政府的市议会合作 大家一起为民谋服 非常多热情的朋友可能都想要帮珊珊加油 那现场因为我们的安排都有一定的流程 所以现场应该是一个独发的事件 但是很谢谢我们的主持人非常应变能力非常强 每次的选举都应该一个标准 一个标准是什么 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如果跟原来的标准不一样 那就是有问题 同样的这次确诊者不能打疫苗 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讨论 到现在也没有新的新的做法 接下去立委还要补选 到底要不要做一些相关的执行的细节 到现在好像也没有开始讨论 我们之前就提过 你可以用空间比照韩国 用空间跟时间来分批投票 同样的一难也可以 但是为什么不做 答案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希望伟大的知名都要出来投票 我们帮这些确诊者投票 这个是我们导演的创意吧 这个符号没有谁专用的吧 重点在于谁来做 能够有确实的执行力 才能实现真正的无限可能 他对号入座了嘛 所以他现在又在指责台积电还有慈忌吗 请他有本事就大声的说出来 看台湾人你是相信他 还是相信这些单位